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这两天您要是一直听刘石我的书啊 您就会知道 这清代的八旗的旗人 生活并不是很如意 有的旗人啊 甚至能用困苦来形容 关于这其中的原因啊 咱们也讲了 这里边有旗人自入关以来 仗着自己有旗想旗地 就开始了生活腐化奢侈无度 也有清廷在八旗政策上制定的失败 这朝廷是没少想办法 又是补贴、贷款、恩赏、免债等等等等 并且还组织了无数次的旌旗遗肯 都是以失败告终 入关这些年 给旗人们养成的臭毛病 这钱来的容易去的它就马虎 有钱时候足造 没钱的时候干靠 那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吧 哎,这自认为聪明的乾隆皇帝啊 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认为他这招啊 能彻底解决奇物问题 什么办法呀 叫出奇为民 在咱们故事的开始 我先给您啊透露一下 出奇为民的政策 导致了很多后来奇人的连带问题 这其中还包括一件 大家都在追问的八旗谜团 这就是为什么明末清初 骁勇山战的满洲八旗兵 到了清代中后期 却成了一击即溃 不堪所用的豆腐渣部队呢 哎,您仔细听 这和今天咱们的故事也有关系 闲言手续咱们是书归正传 这出奇为民啊 乍一听 从字面上解释啊 那应该是件好事 一旦奇人出奇为民 那么在社会地位上啊 实际上是提高了 清代的民人编人 实际上是自由人 而奇人绝不行 奇人必须在奇地 比如说呀 您是一个住房八旗 在哪住房啊 西安 在这西安城里啊 专门有奇城 没事您不能离开这 即便是要外出呀 您也是以西安城为中心 方圆四十里 无缘无故的再往外走啊 带着就得挨板子了 并且奇人们的闲散 鱼丁也不能经商学手艺 唯一养家活活的机会啊 就是等待着调甲 这地呢 也只能是租给别人种 那么多奇人呢 不可能啊 这个奇地都在城边上 方圆四十里地之内 不是啊 您就拿北京的奇人而言吧 旌奇的奇地呀 宝定 河坚 唐山 包括现在的秦皇岛地区都有 哪一块地呀 也是四十里地之外 所以只能租众给民人 咱们就拿北京城为例吧 或者是个小行商 或者是个手艺人 每月呀 也能赚到一两多 和一个布甲和养育兵 赚得差不多 养活父母老家 妻子儿女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呀 还略有余营 可是他奇人不让干这个呀 所以说这奇人的地位呀 还不如民人 无非是啊 他们平时有个盼头 赫世亲人的良想 赫世朝廷的风赏 总之是不用干活 养了个贤大爷 这就看出 清朝皇帝狭隘的孙子劲来了 乾隆的意思啊 主要就是让汉人出其为民 他认为这满猛奇人啊 他得养着 因为那是自己人嘛 汉人就无所谓了 并且呢把这汉军出其为民 乾隆皇帝还想出了很多冠冕弹簧的理由 乾隆皇帝说呀 你们呀 本来就是汉人 不存在有这个风俗以及语言上的差异 所以出其为民之后啊 和这广大汉族群众啊 能够融为一体 并且呢 这汉人本来就善于经商 善于钻研手艺 这一下子你们算是放开了 经商学手艺啊 能更好的生活 这出其之后啊 一律发给执照 你呀不用非得留在其地了 想去哪去哪 能经商的流程里 能种地的奔乡下 你就是愿意支快往海边打鱼去 咱们朝廷啊也支持 书说到这儿啊 咱们又得花括号了 为什么这汉军出其为民以后 还要发给执照呢 嗨 您想啊 那都乾隆年了 入关都多少年了呀 这些个八旗汉军呢 行动坐卧走 说话聊天 身上做派 无论谁一看呀 那就是齐人 您都不用跟他聊天 打狼眼一看呀 他身上那股劲儿 就和民人不一样 可是在原来呀 这齐人不离其地呀 在城门上守门的兵丁 每见到这种人啊 都要查看证件 你这齐人出城 是不是有任务 要是没有手去呀 你是不能出城 瞎溜达的 还别远了 要是从宝丁 逮着一个从北京的淘旗旗人呀 那是要送到官府问罪的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 得给这帮出其为民的汉军 颁发执照 有了这个东西呀 您就想去哪儿 可以去哪儿了 那么这些汉军旗 出了旗之后 出来的假圈怎么办呢 哎 守重满舟 他们就是要绝对保证 八旗满舟的利益 实际上啊 在皇太极时期 八旗制度刚刚健全 那会儿的汉军旗 就不如满蒙 皇太极所定的制度 是满蒙八旗 每两人条一副甲 轮到八旗汉军呢 每五丁 才能披甲一副 到了后来呢 需要汉军的地儿 实在是太多了 皇太极 才勉强下恩旨 每四丁 披甲一副 汉军披甲人比例小 那就意味着这些汉军呀 要养活的亲人更多 生活上呢 就更不如意 那有人就说了 要是这样说的话 这兵都让你满洲蒙古人当了得了 你还要什么八旗汉军呢 哎 不行 有很多特种部队啊 满蒙人是干不了的 首先说呀 就是清初的时候操演火器 这满蒙人都不会 这两个民族从小学的基础学坑啊 这蒙古人是善骑射 满族人呢 是善渔猎 关于这火器啊 那是汉人 跟这西方传教士学来的 红衣大炮 摆在满蒙八旗的眼前 他们知道是好东西 他也不能鼓得响咯 所以呢 那这当时的汉军呢 主要是操控火器 到了后来呢 随着这疆域的扩大呀 就涉及到水师了 这两个民族啊 都是汉鸭子 这水师啊 他们也来不了 哥现在也是一样啊 您啥时候听说过 有一个叫扎里猛干的蒙古人 拿个奥运会游泳冠军呢 虽然这名字他听着 像是会游泳 扎里猛干吗 不过呀 我估计真要是给他扔水里去啊 那也是扎里猛罐 开玩笑开玩笑啊 这蒙古族朋友别生气 即便是如此需要汉军旗 每左领下 也不得超过四十甲 那么是所有汉军都出旗吗 也不是 这京八旗里的汉军呢 不好办 因为这朝廷有制度 京旗汉军啊 能客举能做官 这里边啊 有不少的六部九卿 内阁大学士 什么二品的侍郎 一品的尚书 多的是 这个根深蒂固 动不得 所以这朝廷决定啊 这京八旗 自愿出旗 有很多京八旗的汉军啊 原来就是暗地里的巨谷 大地主 一有这出旗的政策呀 巴不得呢 赶紧的合法做一方 附加翁去了 这里边有多少人啊 大概一千多户吧 大概比例呢 就是京八旗汉军 十中有一 朝廷对待直省住房的 八旗汉军 态度可就不一样了 开始啊 这乾隆皇帝说了 先出旗一半 可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没过几年呀 又下了一道御址 要求这直省八旗汉军 全部出旗 清廷对汉军出旗 还做了规划 他分这么几条 这第一呢 凡是愿为民的汉军 无论是士族还是贤散 都准入当地的民籍 也就是出旗为民以后啊 你就是自由人了 愿意在此地生活也行 回原籍生活也行 这第二啊 愿为民籍而无生计者 可以啊 把你补到绿营当中 作补良缺 这骑兵混不下去了 你啊 干脆去绿营当兵去吧 关于这绿营兵啊 咱们下一讲细说 在这儿啊 不过多的掰扯 因为这个八旗汉军 出旗以后的生活状态 实在是查不到 过多的历史资料 但是您记想去吧 养尊处优 太子平平的日子 过了那么多年了 一旦出旗为民 说是自谋生路 哪那么容易啊 说是可以经商学手艺 本钱在哪呢 手艺又在哪呢 有清朝时候的 野石小说 曾经这样记载过 乾隆后期 在江口地区 还有这个旗婆子 揪住过往行人的衣袖 向路人讨要钱财 并诉说自己 出旗之后的不义 那么就没有 不被出旗的 直省筑防汉军吗 当然不是 他必定啊 有一些活 这满洲人 他是干不了的 明天咱们要着重介绍一下 直到现在 还坚守在筑地的 八旗 汉军 优优独播剧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